《红楼梦》第七十八讲 宝玉拿着宝钗这支签子,嘴里念着认识无情也动人,听着曲子,眼睛瞧着方官不说话。 香芸一看,就明白宝玉的心思,一伸手就给夺过来了,然后就把这东西制给了宝钗。 宝钗又至了一个十六点,挨着个的数呢,就数到了探春,探春笑着说,我还不知道得个什么呢,伸手抽出一根的自己桥,就扔到地上了,红着脸说,这东西不好,不该行着令,这原来是外头男人们玩的令,许多魂话写在上头。 众人不明白,西人忙给捡起来,众人过去一看,原来上边是一枝杏花,这红字写着摇池仙品四个字,诗呢,写的是日边红杏以云灾。 下边的注解是,得此千者,必得贵旭,大家共和一杯,共同饮一杯。 大家一看全都笑了。 我说是什么呢? 这签儿啊,原来是规格中开玩笑的,除了这两三个上有这样的话,并没有杂话,这又何方? 我们家原来有个王妃,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 答谢答谢,说着大家全都敬酒。 探春哪里肯依呀,却被史湘元跟湘陵、李丸三四个人,强死强活的把这杯酒灌下去了。 探春只说,这个不算,咱们再行别的。 你们大家要依我。 众人谁也不肯依他。 湘云拿着他的手,就强制了个酒点出来,望下数该李氏抽签了。 李氏摇了摇,抽出一根的一看笑着说,好极了,你们瞧瞧,这个老十字也有点意思。 大家一瞧,那根签上画着一只老梅,是写着双小寒字,四个字。 那一句旧旧诗呢,写的是,竹梨茅舍,自甘心。 下边的柱呢,是自饮一杯,下家制骰。 李丸笑着说,真有趣,你们制去吧,我呀,只管自吃一杯。 这个,不同你们的废语性。 说完吃了酒,就把骰子交给黛玉了。 黛玉一制的骰子是个十八点,然后就给湘云抽了。 是湘云笑着,摞胳膊板,袖子伸手,蹭,抽出一根的。 大家一看,上边画着一只海棠,提着香梦沉憨四个字。 这句诗呢,是,只恐夜深花睡去。 黛玉一看就笑了。 夜深这两个字啊,改成十两两个字。 大家一听,就知道黛玉说的是白天使湘云醉卧的一件事, 大家全都笑了。 使湘云看着林黛玉, 你笑我,你瞧我的,说着用手一指那只自行船。 你看,你呀,快坐上那条船回家去吧,你可别多说了。 众人全都笑宝玉生病的这件事。 黛玉低头,没说话。 大家笑着,再一看那柱子写的是, 继云香梦沉憨,抽死千者不便饮酒, 只令上下两家各饮一杯。 石湘云拍着手指笑, 阿弥陀佛真真的好欠呢。 恰好呢,林黛玉坐在湘云的上间, 宝玉坐在他的下间。 两个人只好珍了两杯,只好要饮吧。 宝玉先饮了半杯, 趁着别人不注意,就把这半杯酒递给他方官, 端起来随便一扬脖。 黛玉呢,更聪明,只管跟别人说话, 就把那酒全都遮在潭云里了。 香云便抄起骰子来, 往下一掷,一数呢,是九点。 往下数去,该是摄月, 摄月便抽了一根来, 大家一看,这上边画的是同米花。 这只同米花,提的四个字是少华盛极, 也有一句旧诗,写的是开道同米花事了, 那柱上是写的在席各饮三杯送春。 摄月就问,怎么样啊? 宝玉照着眉,忙把这牵藏了,说, 咱们且喝酒吧。 说着,大家吃了三口酒,便冲三杯之树了。 摄月一致,致了个十九点,该相邻了。 相邻便抽出一根并提花, 提上有连春绕瑞。 那句秀诗呢,写的是, 连礼之头花正开。 柱上呢,写的是, 共和抽者三杯,大家陪饮一杯。 相邻便要治了个六点。 一手呢,该戴玉抽了。 戴玉默默地想, 不知还有什么好的能够被我抽着。 伸手轻轻取了一根, 上边画着一只芙蓉, 提着风露青筹四个字。 上边一句旧诗写的是, 莫愿东风,当四皆。 下面的注解呢是, 资饮一杯,牡丹培饮一杯。 众人笑着说, 这个太好了。 除了他, 别人是不配做芙蓉的。 戴玉也自己笑了。 饮了酒,戴玉置了个二十点, 该得吸人了。 吸人伸手取了一只出来, 却是一只桃花, 上边提着五陵别井四个字。 那边的旧诗写的是, 桃红幼石一年春。 柱上写的是, 献花培一盏。 座中同庚者培一盏, 同臣者培一盏, 同性者培一盏。 众人全都笑了, 这一回可热闹有趣呀。 大家一算呢, 香陵、 晴文、 宝钗三个人, 都跟他是同庚, 而戴玉呢, 又跟他一个时辰, 只是没有同性者。 方官却笑着说, 我也姓花, 我也陪他一中。 就这样, 大家都争了酒。 戴玉就跟探春说, 你的命中也该招贵婿了, 快喝了, 我们好喝呀。 探春笑着说, 哼, 他是个什么? 大嫂子, 顺手给他一下子。 李王看了看戴玉, 却笑着说, 人家不得贵婿, 反挨打, 我也是不忍心的, 说着众人全都笑了。 西人刚要治, 就听见外边有人叫门, 原来是薛姨妈 打发人来接戴玉的。 众人就问, 此时几更了? 有人说, 二更以后, 中打了十一下了。 宝玉不信, 要过表来瞧了一瞧, 已是子出出客十分了。 大嫂就起身了, 我也实在撑不住了, 回去还要吃药呢。 主人都说, 是啊, 是该散了。 西人宝玉还要留着众人, 李王宝差也说, 也太深了, 这依然是破格了。 西人说, 既如此, 每位再吃一杯再走。 说着秦文等, 都已然给扎家针满了脚。 每个人吃了, 就命点灯, 西人等一直送到沁丰桥那边, 才回来, 关了门。 大家又重新行起令来, 西人岛又用大钟蒸了几钟, 用盘子捡了各样的果菜, 给地下的老摩摩们吃。 大家此时都有了三分罪了, 然后猜拳, 迎唱小曲。 老摩摩们一边明吃, 一边按偷, 到了四更的时候, 这酒缸里的酒全都没有了, 众人才收拾, 灌洗完了以后睡觉。 方冠吃的是两塞根烟着一样, 没烧眼角, 跃天了许多风韵, 身子依然动不得了, 就睡在西人身上。 好姐姐, 我心跳得很呢。 西人笑着说, 谁让你尽力灌起来? 小叶跟四个儿也早睡了。 晴文还是只管叫, 宝玉说别叫了, 咱们且胡乱歇一歇吧, 自己便枕了那个红香枕, 身子一歪就睡着了。 西人见方冠确实醉得很, 恐怕他吐久, 只好轻轻起来, 就把方冠扶在宝玉之侧, 由他睡了, 自己呢, 就在对面踏上睡。 大家这一觉, 一直睡着天明。 西人睁开眼睛一看, 只见天色精明, 忙说哎呀, 可迟了。 再往对面床上一瞧, 只见方冠头枕着炕炎上, 还没醒, 就连忙叫他起来吧。 宝玉此时已然翻身醒了, 笑着说, 哎呀, 真可睡迟了, 睡迟了。 又推方冠, 让方冠起身, 这个方冠坐起来, 一边发浪一边揉眼睛, 西人笑着说, 哼, 也不害羞, 吃碎了, 怎么也不捡个地方, 就胡乱挺吃了。 方冠一听, 瞧了一瞧, 才知道跟宝玉捅他, 赶紧笑着就下了地。 我怎么吃的不知道了? 宝玉也说, 哼, 我竟也不知道了, 要是知道, 比你脸上抹写黑墨。 说着, 丫头进来, 赶紧伺候着收洗。 宝玉说, 昨儿个有饶, 今天我还席。 西人笑着说, 罢了。 今天可别闹了, 再闹就会有人说话了。 宝玉却说, 怕什么, 不过才两次罢了。 可那一坛的酒, 怎么就吃光了? 正是喝得有趣, 偏要没了。 西人笑着说, 原是这样才有趣, 避到了兴头上, 再多也就没有味去了。 昨儿个晴文连扫都忘了, 他还唱了一个呢。 四个儿笑着说, 姐姐忘了, 连姐姐你也唱了一个呢。 在习的人, 谁没唱过? 助人听了, 呈得红了脸, 笑个不止。 忽然, 平儿笑嘻嘻地走来了, 说亲自来请昨日在习的人。 今儿个呀, 我还冬, 短一个也使不得。 众人赶紧忙着让他吃茶, 秦文笑着说, 可惜呀, 昨天没他。 平儿忙说, 你们昨儿干什么来了? 西人说, 可不能告诉你呀, 昨天夜里热闹得很呐, 连往日老太太太太带着众人玩, 也比不了昨天晚上这一玩。 我告诉你, 一坛的酒啊, 都让我们鼓得光了, 一个一个吃的把扫都丢了, 哼, 还都唱起曲儿来呢。 四更多天, 才横三速四地打了个盹, 平儿说, 好啊, 白喝我要了酒来也不请我, 还说给我听, 气我是不是? 秦文说, 今儿给他还习, 必来是请你的, 你就等着吧。 平儿笑着说, 今儿他还习, 是你说的, 他是谁, 谁是他? 秦文听了赶紧笑着说, 偏你这耳朵, 怎么这么尖呢? 你怎么都听得真呢? 平儿说, 这会子有事不和你说, 我干事去了, 一会儿再打发人来请, 一个不到, 我是打上门来的。 宝玉等忙流, 他依然去了。 这里宝玉梳洗了, 正要吃茶, 忽然一眼, 看见院的底下压着一张纸, 就说, 你们怎么随便乱压东西啊? 西人请文一看, 又怎么了? 又是谁的不是了? 宝玉指着院的说, 你们看, 宴台下边压的是什么? 一定是奶外又忘记了收起来的。 秦文忙把宴台拿起来一看, 下边压的是一张字帖。 宝玉看了, 却是一张粉剑子, 上面写着, 剑外人妙玉公宿遥寇方尘。 宝玉看着就跳起来了。 哎, 这是谁接来的, 怎么也不告诉一事啊? 西人跟清文一看着这样, 以为什么要紧的事呢? 就赶紧往下问, 是谁接了帖子呀? 到底是谁? 下回再说。 我们下回来, 我们下回来, 一直看着這個东西。 我们下回来, 我们下回来。 感谢观看